我演壞角色 丢了一个代言 啊 啊 演得太好了 十七八年前拍那个金枝的时候 有一场戏是我把黎姿很毒的 就把他推到一个地方 要把他杀死吧 然后那个时候刚刚是中秋节 他们找代言要去演一个嫦娥 然后他们看到那个片出来 哇 他为什么那么狠毒的 嫦娥不能够这样换人 然后我就没了那个代言了 所以之后我就十五年没有拍过坏角色 后来演了那个演戏的时候 我考虑了好久要不要借那个角色 但时代不同了 然后来借了还是很多代言 恭喜恭喜 我这个与其说厉害 我觉得是幸运吧 叫做《眼泪成冰》 哎呦 哎呦 然后我当时是拍《鹤立华庭》 一场中场戏 《兄弟决裂》 我跟罗晋 拍摄的时候 我们可能前面的那个情绪很好 导演就没有喊咖 然后因为在那个情绪里面 那个眼泪就滴下来了 我们是在敦煌 灵下的那个温度 滴下来之后就结在冰就在脸上 而且他那个当时的那个情绪 特别符合我当时的人物的那种心境 用了吗 这个镜头 用了就保留下来了 所以我说觉得 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老天爷 对 老天爷给了一口饭吃 嗯 就只有演戏这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我很 我很幸福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啊 就是在我不去拍戏的时候 我会觉得自己无用 就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也会有这个 嗯 我就只有在剧组的时候 我觉得我活起来了 我觉得我怎么样都可以 来吧 行 没问题 上 你明显你看到他一说工作 他眼睛会泛光 对 你是很爱很爱 反正都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事情啊 在演艺界 他眼泪成冰啊 我是给动到留绿色的鼻涕啊 我在一村第一天开工都零下四十度 站在一个冰湖的中间 穿的是一般的衣服 结果是他们用望远镜看到我 留鼻涕 还绿色的 结果还要继续拍啊 擦完了以后拍 拍完那天送医院检查 证实是肺炎 严重的肺炎 确实在我们演艺圈里头啊 我们大家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 这种故事 这种经历 其实演员都是那种 一开始拍总觉得 我一定能把这个完成 而且我这一次一定要拼命 我争取一条过 我当时有的时候就会忽略掉身体 可能会沉受到一些极限 但是好像劝不了 有的时候就是能完成 每次很辛苦很辛苦 然后到了第三天 三 二 一 我又熬过来 有时四五十度高温 密封的地方 大古装 你当时觉得挺辛苦的 可能熬不去 能熬 能熬 两个月三个月就熬过去了 都是这样啊 但是那个熬是开心的 还有非常自愿的去享受 我应该可以说是享受的 因为我们太爱自己的工作了 阿舍姐呢 有没有遇到一些极端的情况出现 我三年休息了九天 九天是哪九天啊 就过年那三天了 因为TB就过年只有这三天 嘉辉哥 就曾经有一段时间连续工作三年 没休息过一天 每天跑三组 每组八个小时 哎 我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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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赢了啦 啊 什么 我二十九天 我二十九天 没回家睡觉 我不是三个月哦 我不是三天哦 我是三年啊 我是二十九天连续 后来 我是三年连续 没休息过 每天跑三组 每煮八个小时 那我输了 我输了 三年都是每天三组 那真的很辛苦 叫得没得睡 转场的时候车上睡啊 那是真是啊 在过组的车上 因为都会有人来接嘛 那三年啊 为什么呢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 是因为我女儿刚出生 而且一来 来个双胞胎 想到他们的将来 想到整个家里的那个开烧 那我就被逼要工作 反正我女儿出生那天 我见过一面 从零岁到他们三岁 我没有见过他们一面 每天只能借用 因为大哥大 专头电话 每天打一通电话回家 他们都会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三年后呢 我回家 突然有一天中午回家 我就喊 哎呀我回来了 我还听到他们在二楼 从厨房里头 叮叮叮叮叮 跑出来 结果一跑 跑下来我头一冒 他们就转身 哎 跑到用人的背后 抱着用人的大腿 来偷看 为什么这个叔叔 这个人 声音是那么熟悉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他 当时候啊 眼泪往心中流 哎 我给你 好爸爸 厉害你 眼泪可以流出来吗 不要往心中流 但是现在你们的感情都特别好 是不是 他们现在都不离家 都缠着我 连我来录节目 他们都说要来 结果我把他们哄回去 很好 两个宝贝变成两个麻烦 现在都管着我 都管着我 管得死死的 这个我输了 我拿另外一个 你们终于领悟到这个游戏的精髓了 我四个一次十六楼要跳下去 下面是大马路 是没有安全的 这只有一个威亚 踢身看了看了很久 他不愿意走 那时候只能上啊 我就跟吴叔指导 就跟他说 我说你躲在旁边 我冲到这里 你就一脚把我推出去吧 我真的没办法跳那一步 然后那一次也是很不可思议 是跳了出去三还是四楼 威亚有一点松掉 因为威亚一断气 我们叫断气 就十六条 你断了一条 基本上就也等于断掉 刚好那个旧房子 有很多挂衣服的那种 缓冲了一下 对不对 空就把我挂住了 然后威亚就打开了 哇 我穿的一个我们叫龟背 就是那种护甲 是硬护甲 护甲都打穿 有时候你会想 如果这个我成功了也是 荣耀 荣耀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女生 从十六楼一条威亚这样跳 到现在还是保持度 你跳完以后没人敢跳了 也没有 只有成龙一个跳过那么高的 这女生没有 谈起这些往事 真的是你心里有太多的 出动感触 这只有真人真事 虽然听起来可能是天方夜谭 但是毕竟我在行列已经四十年 经历过的 你们说的这些故事 我都经历过太多了 我不敢说这次厉害 但是人生里头真的 缺了那三年 对我来讲是一个终身的遗憾 谢谢 因为我跟他很熟 他所有的过程我都知道 那对于您自己呢 您会有什么遗憾吗 我其实我人生没有遗憾 虽然我缺失了很多很多时段 我缺失了童年 可是我那时候我赚很多钱 我家里就 很富足 对能开饭 然后他们有一些 稍微好一点的花费 就是我这边赚过去的 到了少年 当然有男朋友过 可是你不能因为自己 去解决自己想要的家庭 然后后面的家庭 你都别管了 我不能开口要 那个丈夫的家 去补贴我这个家 那我情愿是我自己要 我还想再过两年吧 可能就原来两年 又两年 又两年之后就没了机会 那您受过的伤 会告诉他们吗 他们知道啊 我还想再过两年